先讲讲中式台球防守规则 击打目标球时 打到球之后 一定要有球碰到库边一次 才不算犯规 目标球不碰库 白球碰库不犯规 或者其他球碰库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白球先碰库 再碰目标球 之后没有碰库边 犯规 遇到这种球形 很多人会选择这样防守 轻推做一个斯诺克挡住黑巴 但这种防守有很大的漏洞 因为对手可以直接一库勾黑巴的难度不大 即使不能将黑球勾进 也可以小小力的把黑巴放在带口 这样我们就非常被动了 所以这个球更稳妥的防守方式是 用左赛打左侧薄边 吃一库挡在黑巴前面 同时白球也会吃两库跑到球台上方 这样让对方既没有进攻的机会 防守也会有难度 再看看这个球形 很多人会选择轻贴黑球防守 但这样的防守也是有很大的漏洞的 因为对手可以像这样 打黑巴的薄边将白球放到上方去 这样我们又变得被动了 所以在碰到这样的球形时 我们应该先采取打薄边的防守方式 这样就可以先占据主动权了 下课 下课 下课